youtube艾莉莎莎近日到韓国进行了镜片植入手术 并透过社群分享心得 她发文透露这次的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且恢复过程好到超乎想象 感谢身在韩国的好友无用无悔的陪伴她两天 还在她的信用卡刷爆的时候帮忙垫付手术费 此外爱丽莎莎这趟韩国新遇到的店员 咨询员 计程车司机态度都非常友善 旅官也住到了有警官的房间 让她度过了很舒服的假期 开心直呼好多小幸运 有不少网友好奇为什么她要到韩国做镜片植入手术 她则坦言这种手术不能靠机器来执行 非常考验医生的技术 所以她才会到韩国找名医 爱丽莎莎也透露 术后两小时就感觉正常了 早上起床后感觉视力已经恢复了80% 并再度把眼镜丢到垃圾桶的影片 笑称眼镜再见 至于粉丝们敲碗的手术细节 医院等资讯 她则承诺会详细整理后再跟大家分享 避免像之前泰国买房的贴文一样 因为不完整的说明而引起争议 有点资论